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一边持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一边不断加码对俄罗斯的制裁 不断推动地区局势升级 对此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近日再次表示 美国企图给俄罗斯设置障碍 阻止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但俄罗斯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当地时间17日报道称 李亚布科夫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 目前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正肆无忌惮地升级 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无度地提高赌注 他警告说 美国等国的行为是在玩火 而且风险很高 此外 李亚布科夫还表示 美国方面认为 要为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作用的进一步增强 设置障碍 但这是一个战略失算和错误 因为俄罗斯永远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当地时间17日报道 俄罗斯副外长李亚布科夫16日表示 北西天然气管道被炸毁事件的责任 在于美方这一点毋庸置疑 俄方不会让此事就这么默默结束 美国必须承担后果 16日 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决议 呼吁联合国对这一事件展开国际调查 对破坏行动进行法律评估 并对下令和实施破坏的人进行追责 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当天表示 美国毫不客气地实施了 针对俄罗斯 德国 荷兰 法国的恐怖行为 但各国都在沉默 他强调如果欧洲国家要原谅美国总统拜登 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但是俄罗斯不打算这么做 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近日爆料称 由荷兰军波罗蒂海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北溪管道被炸毁 是美国军方在美国总统拜登的受益下实施的